位于海南省穷海市的蔡家宅 有海南桥乡第一宅的美誉 近日记者探访这处老宅 感受其中西河壁的建筑风格 以及海南独居特色的华侨文化 就了解蔡家宅 由印尼富商蔡家森等四兄弟共同建造 包括四座宅院 建筑面积共2645平方米 其中以蔡家森的宅底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 据蔡家森增长房儿媳 蔡王浦君介绍 蔡家人对故乡的情感极重 祖辈建造蔡家宅 也是源于对家乡的思念 蔡家宅始建于1924年 历时十年 其建造过程历尽艰辛 1924年地孔料 地孔水泥孔庄的 从南洋运回来 就筹备了要准备做大宅 但是很多材料都陆陆处处了 花度了大概十年 因为市动都是从一船一船运回来 大船运到大海那边 那个船进不来又要小船去拨运 所以是很幸福的 有些木材啊 钢筋啊 水泥啊 柴砖啊 很多的装饰的 都要从海外运回来 蔡王普君表示 祖辈蔡家森 1886年出生在穹海市刘克村 18岁独闯南洋 40岁左右 成为印尼赫赫有名的大富商 因有丰富的见识 蔡家宅在建造时 形成中西河壁的建筑风格 当时游一喀是做海运的 所以他进多识广 他觉得西方的那种攻守啊 防卫啊 功能很强 所以他就做了那个 降吼啊 冲锋吼啊 还有瞭望海啊 但是他又结合了 我们的船航运机的原始 我们要祭拜祖宗啊 所以他的宗航啊 几乎都是按照我们的船航运机来做的 但是他的走廊啊 四空八达的这些骑楼啊 都是按照西方来做的 如今 蔡王普君专注于 蔡家宅的修复和保护工作 蔡王普君表示 守护蔡家老宅 是自己的责任 因为这里 承载了子孙六代人 对家乡的念想 更是在世界各地的蔡家后人 魂牵梦营的家 现在可以说 这个是几代人的一种念想积累 然后呢 但是他承代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种神感 越你越是出国门了 你就越感到家乡的那种很亲切 一提到一提到一种相应啊家乡了 大家心里就是还是很很怀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